好的 歡迎回到月世界喔 不曉得 下課的你 今天過得如何喔 功課有沒有順利的教了 然後 報告教的怎麼樣 有沒有被教授K 還是被老師罵 還是烤不好 然後吃了竹筍炒肉絲 月世界記得在那個學生時代時候 只要烤不好 都會被老師打 不管是 或者是說可能鴨子走路之類的喔 那小時候的提罰各式各樣都有啦 坐太空椅也有 然後 挨板子也有 然後吃藤條也有 那不曉得 還是學生的你 或者是曾經是學生的你喔 在學生時代到受了怎樣的懲罰 那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月世界知道 那我們今天就進入我們今天的正式的主題喔 然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二之國交錯世界 那最近有一個新增的一個有 那個黃昏的一些遊戲的部分在這裡 有一個傳說中的古代魔人 那 我後來發現 光看敘述我不太懂 就是說 要找一個所謂的 黃昏研究會裡面還不懂 變身術的研究員 那後來 上網查一下才知道原來是洞 就是這城裡面的洞或者是說 可能是 這是 這是一個然後 另外兩個一個一個 好像是要踢箱子 不管在城外或者是說 在一般的一些 戰鬥地圖裡面 你只要走過去然後他會講話 他會說什麼 好疾喔 還是什麼之類的 被你發現之類的 那都是你可以打 然後這兩個任務一個是箱子 一個是好像是 城外的那個妖怪 NPC 不是NPC就是他會寫說可疑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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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員之類的 然後你只要跟他對話就可以開啟 那這兩個我都特別可以知道 但是這個什麼跟蹤的黃昏研究會就不太懂 那後來查一下才發現原來在那個城裡面也就是在這個所謂的 艾斯塔巴尼亞裡面其實也有箱子可以可以推 然後他也可以這個任務可以在裡面找 然後我們來找 那個 像是動物的角色 你看這個角色他現在在 看到他他就 他就會找他然後 會吹消 吹琴之類的不知道 然後吹完之後呢他就會變身 然後你就可以去解決他 我不敢打到對方 的那個 那你可以在城裡面找 可以在城裡面找 我們來找找他 可以在哪裡找到他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個所謂的動物的部分 如果說你找不到的話 那 越世界也有去那個 那個巴哈尤網友分享我們看一下他是 他是他有分享說他地點在哪裡到時候越世界會把網址貼在上面然後讓 網友如果說你找不到的話可以去做參考他會在中間這裡這裡有一隻動物 那越世界比較懶就懶著去看我們就直接用找方式 這就有一隻呱呱我們就跟他對話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打 然後你把他殺死之後呢就會解一次任務喔 應該 等下就變成四次了吧 是不是 想要看一下喔 欸怎麼又有四次 欸欸欸怎麼這樣子 見鬼了 應該是要有啊 我們來找一下動物好了 就是在城裡面搜尋一些 可疑的動物 然後你把他 你跟他講話之後呢 他可以吹消吧 找一下 叮叮咚咚叮咚咚 他剛才說在中間是不是那我們來中間好了 中間這裡會有 我們來中間這裡找找看 你有什麼事我很有事 這裡 是吧是他吧 推銷 然後PK 然後再講一次 總共兩次然後就可以打他了 這樣應該有了吧 看一下喔 有四次所以 這樣是可以的喔 所以是我們等一下來把他打滿 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有一隻 喔唷 好那就祝大家 這個任務 解的順利喔 應該沒問題 就是這幾個地方稍微走一走 然後解一解就好 那 這個是 目前越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有關於 現在 傳說古代的魔人然後 裡面的任務的部分 如果說 你覺得影片還不錯呢 的話呢 歡迎在右下方幫我按起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 影片第一手資訊喔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其他任何資訊的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越世界知道 那我們就下 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